举办的活动尤其就会主办 然后想说可以带领商友 从家里走出户外 然后让他们适应就是团体的生活这样 然后可以不用躲在家里 可以到户外看看 Hello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富林 那我下所在位置是 我在这个桃园的高铁站这边 那制作业建议会来这边 是因为我们要来参加 基督学生基金会所举办的 轮子出走 那轮子出走这个活动啊 其实每年都有举办 那借由这个活动 可以让轮子出有这个机会 来到外面去玩 探索更多更多新的事物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活动 那么今天我们就是要来到 这个桃园的XPAR 以及华带美冰城去游玩 那其实XPAR与华带美冰城 就会在桃园高铁站的正格地 所以说你很方便的 你只要到桃园高铁站下来 往旁边走就会到达了 其实真的是非常方便 然后对于轮子出的行动上面 也都是比较方便的 OK那我们就带各位去逛 看下去吧 在这个华带美冰城二楼的餐厅这边啊 有个走道 这边就有附有无障碍洗手间 所以要上厕所的这边也很好找 那这边其实都还不错 就是这个 XPAR也有 然后垃圾桶不是用脚踩的 可以直接丢 非常的棒 虽然说它的厕所门 是用拉的 但是它不会很重 所以还OK 好这边要为一个航场的一个走道 通过这个走道就可以到达这个影城 这个走道其实很超大一条 所以蛮方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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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蛮方便的 好 啊我这边吼 不要怕我 捉一二三次 啊 來 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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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上到記憶檔下來 我們主辦的活動 尤其就在主辦 然後想說可以帶領商友 從家裡走出戶外 然後讓他們適應團體的生活這樣 可以不用躲在家裡 可以到戶外看看 然後想說可以帶領商友 就在發出储忙 好的,長官 請兒子 請部吧 請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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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假日的關係啊 對 會發現今天人超級多 但是還好他的空間整體上還算大 你幾年四 八五 跟我女兒一樣咧 我超級多 她女兒有八五 哦是 這麼多說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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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嗎 謝謝 我女兒也八五 我女兒也八五 我女兒不敢說 親眼了 謝謝 你不敢說 謝謝 我還沒想到 我還沒想到 我看你眼睛玩一次了 我看你眼睛玩一次 我看你眼睛玩一次 其实我们是想要带一些商友 然后跟他的一些家属 还是他的陪同者一起来 然后体验一下到外面 自己可以购物也好 还说跟很多的人群接触也好 这是我们唯一想要让商友体验的 其实希望就是让他们有更多的不同的经历 让他们在之后的生活也有不一样的 就是除了原本我可能以为我只能在家 但是我可以因为这次的活动而有更多的收获 我竟然可以自己去玩 然后带着我的家人 是我觉得最棒的第一 南其实非常的多 那我决定比如说我们要搭车 比如说我们从高雄或还有嘉义台南这个地区 其实我们要安排的就是高铁的住位 那座位有分四种 那两个是只能在轮椅上 另外一个是要收起来 但是因为位置非常少 所以我们今天分了三个批子 很开心就是能顺利的打车 也搭完了 那我们发现到我们第一个阶段的餐厅 而会发现其实他们的融稀空间 其实不是适合每个商友 因为有些人的座椅的位置比较高 但我们也是一一的去克服 那其实我们也看到很多商友 其实也很开心在吃饭聊天 然后分享一下自己的一些过程跟经历 这个是无障碍房 然后它这边 哦可以看一下 哦 这个环境很好 而且空间超大 它整个空间都非常大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空间 但是可以让你停放轮椅再移上床 哎不错哎 你看 那整个空间很大 然后你看我轮椅 还可以回转 很棒哎 这个地方 哦哦 嗯 然后带各位看一下 障碍的厕所 这厕所超级大 看这我厕所超大 而且好漂亮哦 它有专门 这个应该是做的 然后游戏稍微离 然后 扶手 然后这个 哇 应有进的 超赞 这饭店 好舒服哦 而且 它的门 是做这种拉门的 好赞哦 好赞 太赞 太赞 然后这个是一般的厕所 哇它底下有结 拜拜 不会哦 我可以 小心哦 今天竟然还有你中计 是要逼死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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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体验了超多轮椅的运动 像我们受伤之后做轮椅 很多人都会想说我们行动不必 还可以做什么运动呢 那这次的活动带我们体验了 若鱼球、匹克球 还有运反滚球 还有旗舰篮球 等等这些活动 看到很多第一次参与的商友 他们很踊跃 然后都很敢去尝试 感觉这个第一次 然后他们都很有这个热忱 还有甚至有人是现场报名说 下个礼拜就要来参加羽球 真的就是活动的目的 就是带着商友走出来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地板滚球 像我们这种伤到紧随的商友 因为我们的手部功能握力不好 很多运动都没办法尝试 那地板滚球呢 我们可以靠丢球的方式 然后还有敏捷团队合作的力量 去跟对手PK 我觉得算是蛮有趣的活动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轮子出走的活动 刚初听到这个活动的初衷 就觉得很有意义 很想来帮忙拍摄 轮子出走活动 是希望鼓励那些受伤的商友 可以走出来来到外面的世界玩 让参加的朋友们可以知道 即使受伤了 还是可以到外面的世界走走看看 也能与很多商友认识 交流 其实我一直都认为 只要人走出去 与人接触 性开放了 自然而然就会让自己 不再一直处于低潮 希望大家看了这部影片 可以持续支持 技术损伤基金会 让更多商友都能走出来 好了 影片就到这 谢谢你们的收看 我是傅林 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咯 拜拜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